其实新加坡这种担忧这种战略还是 这种担忧还是蛮正确的 这有这种担忧 而且它有的这种战略也是蛮正确的 就是新加坡它跟其他的东盟国家 很大的一个不同点是 新加坡它80%是华人 那么跟这个大中华圈的沟通还是比较频密 沟通起来这个没有什么文化障碍 在这个方面呢 如果中国真的是一国独大 在整个区域上 那么新加坡毕竟是会受到政治上的威胁的 这一点相比较其他国家 毕竟其他国家 你包括菲律宾也好 越南也好 还有其他的这些缅甸 马来西亚也好 他还有民族性的 包括马来西亚还是族群 还是以马来人为主的 缅甸佛教徒缅甸人为主的 所以这样子的 因为他们毕竟不是华人 这个方面如果中国想通话的话 似乎也很困难 所以在这方面如果说 能够受到更多危险性的一个国家 也就是新加坡了 所以在这方面他能够有自己清楚 清楚的战略利益 他很早之前其实他已经 根据他国情的需要 根据他地理位置的需要 他已经就站在美国这边了 他在整个的这个 外交操作和这个战略意义上 他是站在美国这边的 然后民主的这种思维也是站在美国这边的 他的中心的角色就是 他是用美国的这种理性法律的思维来审视中国 同时呢 他的角色呢 是协调中国和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国家的这种外交关系 这是新加坡他存在 存在大国之间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另外 另外其实他有一个他中心的一个战略地位 就是他不想让南海出现战事 一旦南海出现战事首先遭殃的是小船 那么新加坡就是一个小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他肯定要保持南海 想竭尽全力保持南海 无战事这么一个局面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他也会协调中国与美国之间所有的这些 隔阂也好 矛盾也好 但是他主要的战略中心 或本国的这个政治意识的中心 是站在美国这边的 这是不容置疑的 其实我觉得南海的战事 之前我们也跟这个贺锡兵博士也聊过这个 之前贺锡兵说 南海就要开战 到现在就说南海不会开战了 那我总体的感觉是 中国并不想在南海开战 中国也没有意思这个时候在南海开战 因为这个时候在南海开战 中国也得不到什么好处 中国最想的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在不战的情况下争取时间 争取时间干什么呢 争取时间多站在岛 多把这个地方给控制起来 而且把它控制起来之后 未来如果有更多的时间 它把它形成一个实际的操作 比如说派旅游团呢 比如说派什么东西啊 要搞些什么岛上面的经济啊 搞些这样子的东西 那只要不战 随着时间的迁移之后 到了20年后或者30年后 2040年2050年的时候 南海的情况可能是另外一个剧本了 就是另外一个另外一套说法了 要争执的地方可能是另外一个焦点了 已经不是现在这个焦点了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东南亚这些国家 有没有意识到这些事情 因为我总感觉到 很多的情况下 中国人的这个思维 是有一个可以比较长远的思维 也就是说这短期里面 就是一两年四五年里面 我忍着 我忍着这个东西 或者我用我的那个方式去跟你平衡 比如说我大骂你 但是我并不并不侵犯你 你明白吗 我用我用语言暴力来威胁你 就像就像这个 呃胡进 胡锡进 胡锡进这样子 或者是金一南这样子的 我我并不是真的跟你开仗 但是我用这个语言来威胁你 让让你感到这个害怕 这这样子的一种一种平衡的这个方式 你看看这个环球日报是个什么呢 环球日报在中国是一个小报 就是小报纸是是编外 它虽然是人民日报下面的一个报纸 但是它这个环球日报呢 对外的 它是专门就是讲外国的事情的 而且专门就是找谁不开心就就就就骂谁的 谁不开心就批谁的 而且语言非常的荣俗 而且还有很多的这个这个脏话在里面 啊 那这样子的一份报纸呢 就是呃连连什么呢 连这个呃中国的主流报章啊 都看不上这个环球 环球时报 你知道吗 就比如说新华社啊 比如说这个什么呃 真的人民日报啊 各地的报纸 他觉得环球时报 你你你为什么能要讲这样子的话 但是环球时报就是就是靠这种华众取宠的方式哈 就是培养那这个呃 中国内部的这个民族主义 就把把中国人的那种民族主义的情绪啊 给燃烧起来 然后这个中共呢 就在呃就在他身后就给他背书 呃 这最近呢 也是这个呃 新加坡的海峡时报前驻美国的呃 驻北京的呃 分社的社长啊 呃叫这个白胜辉的啊 他也在这个南华早报写了篇文章 他说这个这个 这个环球时报就是就是这个中共的呃 中央的这个狗啊 其实环球时报自己也说自己是狗 嗯 他就说我我们就是这个国家的看门狗 哈哈哈哈 这他他他他在自己的一篇很大的一个一个头版社论里面 就说我们就是国家的看门狗 所以所以这个呃呃 这个白白胜辉啊 他就说就是他你你你要注意很多东西 就是很多时候呢 这个中共的领导人啊 心里面想的东西 但是他讲不出来 他不能够这么讲 他这么讲的话呢 第一形象没有了 第二呢 就是国际影响很很很很坏啊 所以是要靠谁讲的 要靠环球时报讲 那环球时报讲完之后呢 你只要像外交部这样子给他背个书就行了 就就说就就就没说他错 他就是对了 就我没说你错 那你就是对了 嗯 所以所以你你看到就是这个呃 胡锡进就写了这篇答复罗嘉良的文章之后 然后人家就在记者会上去追问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 外交部发言人就说就是啊 某国什么就意思就是说 他是偏袒 他是帮着这个环球环球日报说话的 嗯 所以这个这个就是这个中国的一个政治的生态 这是都是由这个中国的最高的领导人 中共的最高的领导人是是控制的 他的这个这个表态也好 他的这个呃策略也好 这各种说法的都是由由由这个上面控制的 嗯 这个胡锡进他是挺挺出名的 嗯 在云端上的一个人物 他嗯 他俗称他是鹰派 他是鹰派的代表 外交言论鹰派的代表 嗯 嗯 那么也有一些歌派 歌派主张我们的外交是需要循序限进 需要去以礼待人 含蓄 这样子的一个外交政策 但是鹰派呢 就是激进派 就是敢说敢骂啊 敢开唱的那种那种作风 其实我我个人觉得啊 嗯 在中国哈 没有实质上的鹰派和歌派 嗯 没有实质上的鹰派和歌派 你比如说在美国他就有 嗯 就鹰派代表一个立场 这歌派代表另外一个立场啊 嗯 这个 中国 没有鹰派歌派 中国只有红脸白脸 这这胡锡进的是唱红脸了 那可能别的呃 这个人就上次那个去世的那那位外交官法国的 法国的这个大使啊 那那种呢 呃 姓吴的 吴大使 那种就是唱白脸的 嗯 就是哎 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有有好的 就是谦卑一点或者什么的 这这胡锡进就说 他妈的 你你你跟我作对 呃 你你这个新加坡 本来我们中国还把你当成一个这个协调员 我们中国和东盟之间的这个协调员 你扮演一个重要角色 你现在和我作对公然站在美国一边成为美国人的军师了啊 就这样讲 你以什么样子的位置去跟新加坡这样子讲话 新加坡虽然小 但它是一个国家 你也是一个国家 对不对 你有什么资格跟新加坡这样讲话 他就摆着这样子 这是一种什么状况呢 这是文化使然 嗯 你知道吗 这种在我们眼里就说非常 就是呃不可思议或者非常非常无理的这么这么一个做法 但是态度 但是在很多很多的中国人这个心目中 太帅了 太棒了 就是这样 对吧 有一部分确实是这样 确实是这样 这个这是他文化的使然 就是中国人的那种几千年的积攒下来的那种文化里面 我我要么呢 我就是做孙子 我做韩信 我从你跨当底下爬过去也没关系 我反正是为了为了活命 对吧 但是 我有一天 我活下来了 甚至我有一天 就是 就是变得强壮了之后 那 韩信算 就是你算个什么 我还可以踩在你的头上 那我把你踩在脚下 那就是这么样一种的这种 这种 这种 这文化形态 他他这种文化形态 就就过去 过去他没有这么说话 过去没有这么说话 并不代表说他没有那种想法 而是过去太弱了 他没有办法 今天强了 今天强了 他跑到韩国 到人家馆子里面 吃了饭不满意 他可以甩人家两个嘴巴子 对吧 就是你那种心态 你可以 你可以 可以感觉到 他到了法国 到了法国 觉得想想想上厕所了 不要紧 就站在那个 那个什么什么宫殿里面 就可以撒尿 这这种心态 你你很难 很难揣测 就是我们 我们一般的老百姓 就不要说在宫殿里面了 你就是在公开场合 你也不敢 对吗 就是问人家 厕所在哪 我们就上厕所 他公开的 所以这种情况 就是说 有什么错 比如说 我来到你马来西亚了 我就大喊了两下 怎么错 我这有钱 摔在桌子上了 对吧 老娘有钱 你不让我说话 大声说话吗 这个东西有人买 你最近你看 中国的很多的小品 都是这样的 就是那个 这个我们在网络里面 不是看了什么 撞车了 他拿 他拿了这个 这样子 有个人开着一辆奔驰 开了一辆奔驰 他就跑在路边停下来了 就有一个乞丐 就坐在路边了 坐路边干嘛 他就在那 就讨乞讨吧 对吧 然后这人就拿了一百块钱 给这乞丐 那你跟我回家一趟 上车吧 就是 他说干嘛 跟我回家 我要让我老婆看看你 就看看就是不努力的人 是个什么 什么德行 啊 就是在路边坐乞丐的 他说行 我跟你去 但你等会我 我我我我 我开我的车 然后呢 他就过来了 他就开着他的车 他开车是蓝宝基尼 就比比这个 比这个什么 比这奔驰还厉害的 对吧 就要那人一看 他开蓝宝基尼 算了 你别去了 你别去了 我不能拿你 带回去给我老婆看 我本来想 证明你是个乞丐 然后你不努力 对吧 现在你看你这乞丐 你还开了这个蓝宝基尼 你来了 这什么心态 这种这种小品啊 这种小品 表面上看啊 是来是来这个讽刺 这个人看不起 这个路边上这个乞丐 对吧 要把这乞丐带回家 给老婆看 对吧 可是呢 他内心深处呢 他反映的是什么呢 反映的就是钱和权势 你抓得到吗 就他内心深处 反映的是钱和权势 有钱 有权势 我就能说话 这天下就是老子的 所以今天这个心态呢 就是中国在南海 在心态上面的一个 一个最好的这个 一个写证 就是我有钱 我这个我要 我要这个东西 对吗 然后以后 你南海得到了以后 你还说 在自古以来 印度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这个话你可以说的 如果成吉斯汉都打到过 意大利打到过欧洲去了 自古以来 这个圣彼得堡 也是中国的一部分 你50年后 谁知道呢 谁知道这个话怎么说呢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想象的 就是很多东南亚的人 我们就以为 南海这个问题 是不是大家协商能够解决呢 我告诉你 协商是没办法解决的 这中国说 我单独跟你谈 我单独跟越南谈 我单独跟这个菲律宾谈 我单独跟这个马来西亚谈 这东西 单独谈之后 能解决问题吗 如果这个中国 还没有强大到那个程度的时候呢 他还在跟你谈 等到强大到那个程度的时候 他最后他就不跟你谈了 我站这儿了 你吹吗 我已经站在这儿了 你还怎么谈呢 就没有得谈 但现在有一个 有个威胁的情况 就是美国 就是美国呢 一直打着一个旗号 就是要这个南海畅通 畅通无阻的这个旗号 那中国说 我没有让你 不让你畅通无阻啊 你照样 你照样畅通无阻啊 可是你别忘了 当那个BBC的这个飞机 它有一个什么飞机 飞过那个岛屿的时候 那些中国还跟他喊 用英文语跟他喊 Where are you from 然后你什么什么呢 然后就跟他 This is China's territory Please go away 这就是现实中间 发生的这个事情 就是你稀里糊涂的 你就让他这样子做 那样子做 到最后 若干年后 可能十年后 也可能二十年后 你面对的情况 就是这样的情况 他不让你走 他就不让你走了 那你今天你说 你美国 你能控制这个 马六甲海峡 那今天是你美国的 势力还在的时候 你的经济力量 还在的时候 那你说你能够控制得了 那明天 你 你美国内部也 发生了 川普当政了 然后经济 假如搞得一大糊涂 美国政府 没有那个力量 给钱 给他的军队 在外面待着的时候 他军队是不是要撤回去 那军队撤回去的时候 你找谁哭去啊 你这个 这个 这个 李显龙 你找谁哭去啊 你没有办法的 你就是任人宰割的一件事情 对吗 所以这件事情 是有识之士的人啊 他是能够看得很清楚 你包括今天台湾的情况 也是这样子 台湾要怎么办 啊 这个 李登辉 最近发言的说 台湾要重新修宪 要把台湾 弄成是一个 一个 一个国家的 一个宪宪宪宪宪宫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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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宫 还敢跟跟这个中国中国对着干呢 还喊反攻大陆呢 对不对 到了到了现在到马英九 他还敢说反攻大陆吗 他不敢说了 连到了到了这个蔡英文 现在这个时候 他连保自己都保不住了 都快保不住了 对吧 那那怎么办呢 未来台湾人的前途在哪里呢 其实台湾人 你今天到台湾大陆去看 台湾岛上去看 他有两派 一派是国民党 国民党到了洪秀柱的手上 过去是一中各表嘛 就是一个中国各自表述嘛 对不对 现在洪秀柱改成什么了 你知道吗 他改成了一中同表 就是一个中国大家同一个表述 那一个中国大家同一个表述是什么呢 那就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了吧 对吧 所以台湾就不见了嘛 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现在面临的 这个很大的这个问题 香港更不用说了 香港现在虽然这个立法会选举 就进了一些这个所谓的民主人士 但是这个东西我看 他因为在这个中国的掌心之中 他是掀不起什么风云的 对很肯定 他掀不起什么风云的 到最后怎么做掉这些人 咱不知道这可能这个这个什么风啊 黄之风 黄之风在在曼谷说不定又失踪了 闹失踪了 咱们也不知道哪一天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一个现实的情况 而且现实情况就非常就是过去的这些年 我们没有遇到过 一直以来我们都觉得跟中国的这个关系都不错 发展也很正常 各方面都大家都很开心 但今天这种危机感存在 这危机感到来了 所以今天的这个 你看吵得这么凶啊 中国的这个网络上面的文章啊 什么各方面也吵得这么凶 但是你注意到没有 这新加坡官方 没有太多的回应了现在 这个这个谁 李显龙自己也不出来回应 这些事情 那这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 也严格的说就是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回应你 但是他必须包括马来西亚在内 包括文莱啊这些国家在内 你没有办法回应 但是你必须选择一个方式去继续 你还要继续吗 你的国家还要继续吗 你必须选择一个一个外交的一个一个一个对策 一个手段 那现在东东盟的这些国家选择什么样子的外交对策 选择让什么样子的手段呢 我举个例子就是说 呃 现在柬埔寨很明确 他整个的经济就是靠了中国了 就就没有办法 你现在不这样子的话 这美国可能并不援助你 但是现在日本因为是日美是一个一个阵线的对吧 那日本现在愿意拿一些钱出来去帮助这些东盟国家 但是那这一这一部分的帮助是有什么呢 是有有一定的条件呢 什么条件呢 你可能就是你要站在美日的这个立场上 对吧 这就是他一定的这个条件 但是中国呢 他帮助你呢 是没有条件的 什么叫没有条件呢 他是看人来的 他不是说我帮助你这个国家 我这一任总统 我给你这个钱 你替我做些什么事情 就这么简单 啊 所以他不管你在菲律宾 你要你要击毒也好 你要干什么也好 杀人也好 你要放火也好 那是你的事 我不管 这这中国就有很多事 比如说帮纳吉 我帮你了 那你南海上面你要听我的 那你YMDB有什么贪污的事 你爱怎么贪 这个我不管 但是你缺钱 我给你了 你听我的 你跟我做 愿不愿意 愿意 愿意咱们再合伙 你你你你你那个越南也是这样 你你今天你先选上主席了 我请你到中南海吃顿饭 吃顿饭之后 这几个岛 你就别要了 但是呢 我答应你两个月 放在你私人户口上去 或者怎么样子 你愿意不愿意 这个这个是虚构啊 这个不是不是一件真实的事啊 纯属虚构 这是虚构 这这我意思就是说 中国他不需要 那个这个 有有一个公正 有一个有一个透明 有一个什么 这个这个 这不是中国人的文化 你知道吗 你你这 这完全不是中国人的文化 什么透明啊 连结啊 公正啊 民主啊 这些 这个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 所以他不信任 不信仰这一套 对吗 谁信仰这一套 我们这群傻逼信仰这一套 啊 就是信仰民主啊 信仰这个人权呢 啊 这这一套 但中国他不信这一套 他信的就是 我有钱 我这样子 你听我不听我 啊 听我呢 咱们就是一伙的 就是兄弟 啊 兄弟情一身 对吧 现在你还觉得 很有意思 那中国怎么会跟金正日 那么兄弟情一身呢 对吧 他就是啊 因为为什么 这是他所要的 利用的利用的 这个价值 他就是跟他兄弟情一身 他今天他有跟说 哦 OK 巴基斯坦和印度 我跟这个巴基斯坦 兄弟情一身 我跟印度搞不来 为什么 印度也是跟美国 站在一块了 对吧 所以他没有一个标准 就他没有一个是非对错的标准 他只有一个你符不符合 你满不满足我的这个利益的这个标准 但这个利益呢 是中期利益 所谓的中期利益 是我跟你合作是中期利益 直到有一天 你彻底没办法了 就是被我被我给给吃掉了 那你你是巴基斯坦 未来也可以成为中国 在西南的另外一个省 对吗 就这样 所以这个 这个我说的比较远 可能有一些 这个赫人听闻 有些威严耸听 对吧 但你研究这个未来 它的发展 因为它的那种 那种什么 那种文化的那种 那种趋势 现在就是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趋势 现在你买的是什么 中国人买的是什么 比如说你买的是澳洲的农场 然后跑到冰岛去买了一大 大块的地 就是 就是 做农场的这些地 你就全部投资 在这个地方 他他有钱 他去投 有钱去投 但是呢 很多的中国的项目呢 缺乏一个东西 就是他们有在地性和民族性 他始终都是中国的这个 这种 这种民族性的 这种东西在那边 所以他 他未来可能会产生一个矛盾 说这今年我很难给一个 一个估计 就是中国这样下去 是不是有一天 全世界会被中国占完呢 这是一个估计 第二个估计 会不会有一天 全世界的人都开始讨厌中国人了 然后都把中国人赶回去了呢 这也是另外的一个估计 这这种 这种这些情况都是未知数 所以总体而言 就在南海的这个事情上 第一 我们所 我所感觉到的说 中国不会在南海这个问题上 因为南海有太多的利用的价值 除了南海的资源之外 而且南海这件事情 也可以成为 这个中国政府操纵 这个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的一个非常好的工具 是 今天我们通过这个新加坡和中国之间的这个关系 也聊了很多这方面的一些关系 还有一些事情 信息都是多元化的 希望大家呢 也能够从不同的渠道 不同的这个信息点 去了解这个事实的一个真实的面向 了解后这个真实的面向之后 你才能够从容的去应对一些事情 好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明天再给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